在南美洲的原住民族地区 也有很像台湾扫墓节的这种仪式 而且这种仪式大部分是在每一年的 11月1号到2号之间 这是一种结合了基督信仰 跟原住民族传统信仰而发展出来的一种仪式 主要的精神之一就是迎接死去的亲友的灵魂 在这一天可以回到人世间跟自己相聚 那么很常见的做法 在玛雅族的地区就是把死去亲友的头骨 从坟墓里面拿出来 而且会好好的清理它 让它回到人世间的时候 可以干干净净舒舒服服 可能您会觉得很恐怖 但是这本来就是玛雅族仪式的一部分 那么您现在看到这张照片呢 是在2006年的11月1号所拍到的一张照片 地点是在中美洲国家 瓜地马拉北部的一个部落 在天主教的弥撒当中 信徒是可以拿出死去的亲人的头骨 然后带着这个头骨在自己的家里面走一圈的 那么每一年的11月1号跟2号 就是中美洲南美洲的亡灵节 那么这样的仪式 据说是可以追溯到西班牙殖民势力 在16世纪入侵美洲大陆之前就已经有了 当时的阿兹特克原住民族人每年都会举行 长达一个月的奉献死亡女神的仪式 之后才会演变成为每年一次 为期两天这个现在翻译成亡灵节的仪式 秘鲁的原住民族人在亡灵日这天 特别请专人到已故的亲人坟前表演舞蹈 要表达对亲人的思念 在秘鲁首都利马 许多人特别在亡灵日这天 买了祭祀的用品 来到祖先的坟前置役 当地的民众表示 因为在1950年代 有一波安地斯山区的原住民族人 来到立马定居 也把在亡灵日祭祖的传统 带到立马 所以现在立马也有原住民族特色的 亡灵日文化 至于在瓜地马拉 当地的民众 则是以五颜六色的风筝来纪念亡灵 当地民众表示 瓜地马拉的亡灵日 是融合了原住民族的信仰 跟天主教的教义衍生而成 而放风筝是因为原住民族相信 这是连接民界跟人间的方式 透过放风筝 可以引导已故的亲人的灵魂 来到阳间 跟还活在人世间的亲人见面 此外原住民族人还会准备鲜花 把花瓣撒在祖先的坟墓上 以此来纪念已故的亲人 另外在墨西哥这里的亡灵日的文化 则是传承阿兹特克跟玛雅文化 在这一天民众会特别来到 存放亲人海骨的地方 把亲人的海骨拿出来 仔细清理 再葬回坟墓里 专家表示这样的传统 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 这是因为玛雅族人相信 在每年的11月2号 死去亲人的灵魂 回到人间 会见亲人之前 就应该先帮祖先的海骨 做好清理的工作 的确 墨西哥的亡灵日 是中南美洲最盛大也最知名的 这是墨西哥原住民族人 重大的日子 除了亲礼祖先的海骨 还会烘烤许多不同造型的面包 放在五颜六色的祭台上 祭拜已经去世的祖先 当地的原住民族人 会依照祖先 可能需要什么东西 再用面包做出 这些东西的样子 再放进特制的 大炉子里面烤 献给祖先 这种纪念祖先的仪式 是融合了阿兹特克帝国 跟玛雅族文化的传统 另外在广场上 还会树立20公尺高的亡灵树 上面装的是 许多人偶跟花朵 用来纪念 墨西哥历史的重要人物 通常这些东西 都会在每年的10月29号 就摆设好 然后就这样一直放到 第二年的亡灵日之前 再更新 根据阿兹特克人的信仰 每年的这一天 亡者都会回到人间 看看曾经深爱的亲友 除了准备各式各样的面包扫墓之外 当地的原住民族人还会准备食物跟饮料 一起祭拜祖先 在海地太子港 有人把着火的树枝放进口中 另外也让火头在头皮上滚动 在亡灵节期间 当地的民众进行Voodoo教的仪式 由于有不少海地人的祖先 是在17世纪被法国的奴隶贩子 从非洲卖到海地 面对来自法国以天主教徒为主的殖民者 海地人的祖先表面上顺从欧洲人的信仰 但同时将非洲传统范灵信仰仪式 跟天主教的仪式混合 然后发展出海地的Voodoo教的信仰 整个中南美洲都在庆祝亡灵节 这个属于原住民族的节日的时候 在海地信奉Voodoo教的非洲裔的民众 也加入纪念祖灵的行动 记者Blas Minami整理报道 导致 głos Presenta 末 athi स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